你 在哪儿 在公司楼下 马上回家 可是我还没有下班呢 什么事啊 马上回家 我手上抱着大堆的资料 要不我把它放回去 再回家好不好 你想去楼上见我太太啊 你太太在公司 别问了 马上回家 是 麻烦你帮个忙 帮我把这些东西保管一下 不好意思啊 张奶奶 让你等那么长时间 那同学应该马上就会回来的 要不我打个电话催催她 不好意思啊 喂 金总 同学 你在哪儿呢 我在楼下大堂 你到大堂了 你打什么电话 赶紧上来啊 这儿有个重要客户 指名要见你 都等你半天了 对不起啊 金总 我有点急事 要马上回家一趟 你回家你搞什么呀 你赶紧上来 客户指名要见你 喂 喂 站住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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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贺姐 我有件事想你帮我办一下 什么事 进来 佟小姐 莫先生刚才来过电话 说已经在路上了 还吩咐说 请佟小姐不要出去 在家里等她 我知道了 您回来后还一直没有吃东西 吃一点吧 好吧 沫先生 我估摸着你马上就能到了 我一直在这儿等着呢 等我干什么 我只是担心啊 你看 把你电话你又不接 沫先生 要是雪儿的事情被你太太知道了 我会处理 快走 好好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还有 你以后不要来这里 好好好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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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 今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金总说 有个客户在办公室等我 是指定要见我的 说是一位张太太 那个人应该就是莫太太吧 没事 不用害怕 做贼的见的警察 哪有不怕的 没事 如果我被她发现的话 我的下场 大概会和苏珊珊一样吧 你不相信我 你这两天 就好好地在家待着 别出门了 我会处理的 如果 今天在公司里等我的人 真的是她 她怎么会知道 我在那里上班的 还不是你舅舅惹的货 把那个戒指卖掉 你怎么会知道 我舅舅把戒指拿去卖啊 我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 也是 你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但想从你口中知道真相 却比登天还难 你想知道真相 你好奇了 如果你好奇了 你有承受这个真相的心理准备吗 你承受得起吗 别问了 去睡吧 我睡不着 那你要不要我 哄你睡觉 不要了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来了 有一件事情 我想你帮帮我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干吗黏住我 是不是发现 原来你的主人 对我也不是很坏 还巴巴地坐飞机赶回来 所以啊 你也不敢对我使坏了 是不是 你这个势力鬼啊 他问我 是不是害怕 其实我知道 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曝光的秘密 只是我害怕 我害怕 慢了一步 跑不应命运 在我有能力 你离开他之前 就被发现了 少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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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他和你在一起, 不在 那我问你件事啊 你说你舅舅不知道他跟你在一起 你确定吗 确定啊 他怎么会知道呢 怎么了 那你舅舅和我姐夫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上次他突然跑到我舅舅家 不过 没待五分钟就被我给拉走了 我舅舅只知道他是我男朋友 后来我也没再提起 他也没多问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我 我还没弄清楚 弄清楚之后告诉你 对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姐姐她 你也知道了 是姐夫告诉你的 是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会处理 让我先不要去上班 在家里待几天 对不起 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那是你姐姐呀 整件事情太复杂了 其实我倒觉得 你在中间是最受伤害的 别担心 既然姐夫说了她会处理的 就一定会处理 封信地交给她吧 你要是出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记住啊 把事情往简单来想 别把自己逼疯了啊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嗯 再见 少迁 什么事啊 啊 我想问问戒指的事 都已经过了三天了 不是说我会处理的吗 可是 我看你在打游戏 打游戏又怎么样 放心 过两天就没事了 那 周一我可以去上班了吗 我再告诉你 哦 在打什么游戏啊 关你什么事啊 索尼克 还是第一关 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你以为很简单啊 你来打啊 好啊 好啊 啊 过关了 佟小姐 您的手机响了 哦 谢谢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姿贤 什么 现在啊 好的 那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出来 少迁 我有个大学同学 有点急事 想出去一下 别到处乱跑 都带回家 好的 顶管家 啊 默先生 童小姐出去了吗 童小姐刚出去没多久 您也要出去吗 我去买东西 哦 我打电话让老马送您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 是 前方 这么巧啊 我刚过来看你 你就要出去啊 你是来看我 还是来看他呀 你怕我把他抢走啊 你敢吗 这个 不是敢不敢 是要看我想不想 这么多年我跟你争过什么 连我老爸的江山我都不跟你争 何况是个女人 看样子你还真挺担心 他被别人抢走的 只不过是比别人 漂亮那么一点点的那么一个女人 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说吧 找我干什么 我姐姐要买戒指的事我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能帮你做什么 处理这样的事情 我逼你在行 你还要跟从我屁股后面学习呢 好 为什么要帮我 那不是背叛你姐姐了吗 这不是背叛我姐姐 我是不想让我姐姐受伤 整苏珊珊的事 她还得意着呢 但是我知道 那是你故意放手让她去做 可她不一样 我大胆地猜测 她在你心中的地位 要比苏珊珊重要得多 不 应该说 苏珊珊根本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次 你没那么好说话 一旦翻脸 我怕我姐姐会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样 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有件事情 你能帮上忙 我想买这个 哪里有的卖 不是吧 您老人家这是怎么了 一把年纪还玩这个 不帮算 我帮我帮 你好不容易求我一次 我带你去 坐我车吧 我有车 买这种东西吧 我比你在啊 跟着我后面学吧 我来看看 我给你 我来看看 这是什么 这儿 我的砍 我不 我来看 我来看